蔡同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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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部的内进是孙杜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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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你相信冯木员的鬼话吗 不信 可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在跟我们捣乱 今天他能说老孙 明天他就能说我 刚进高级学员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有一天我得把他请 拿吧台大教给他抬出去 你现在 想把这个温辰送走了 我现在一枪想崩了呢 回来了 怎么了 没事 虚惊一场 差一点就把你当成了特务 什么意思 冯木员说你是社会部的内奸 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我要喝点水 好 打坐 嗯 想吃点包子 我请你 好 对不起 我就是冯冯元的弟弟梁志远 我参加革命以前 叫梁志远 我是冯住元的弟弟 十六年以前 梁志成离开平溪去参军 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直到冯伯元回到了平溪 虽然他改了名字 但我第一眼就认出来 他就是梁志成 我当时心里很矛盾 他说不清楚 所以对组织隐瞒了真相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 我从来没单独地接触过冯伯元 我也从来没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职 老孙呢老孙 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跟我说 你早一点说出来这有什么关系吗 你有了这一层关系 他工作起来不就是更方便 更有利吗 我们可以 我们不就可以利用这一层关系吗 笨哪 对 不错 骗了我 我对不起你们 可是有一点我可以发誓 我没有背叛过党 我更没有背叛过党的事 老孙 你要如实地向我们说出 你的所有情况 对你有利的要说 对你不利的也要说 拿出什么证据来证明 你不是国民党组织的成员 其实这话不应该跟你说 但是我们 我们想给你一次机会 你再好好想想 好好回忆回忆 第一 你们可以对我的历史进行调查 我的组织接触人现在在部队 恐怕要做一些外调 第二 美姐可以证明 我确实没有和冯不源单独接触 他了解事情的全部过程 美姐 我们是找你来调查工作的 你要如实回答 欺骗民主政府 那是有罪的 罗主任今儿是怎么了 美姐 孙度和冯国元什么关系啊 怎么扯到这儿来了 那当然是没有关系了 谢谢 孙度是你们的人 这冯国元是国民党特务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关系呢 孙度以前叫梁志远你知道吗 梁志远 对 他怎么会叫梁志远呢 他不是一直姓孙明杜吗 梁志远 梁志远 你就不说实话 没有 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认识他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 挺老成 挺上进的 你们怎么认识的 那是在满中国的时候 有一天啊 街上的警惕又响了 任务宪兵在抓人 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啊 就跑进了我咖啡厅 就很慌张的样子 我一看他是个学生啊 我就拿刀啊 我就给他藏后面了 过了一阵子 他是不是姓明走了 我出去看看吧 结果他人就不见了 第二天 在日本姓明来找我 说我弟弟给抓了 让我春前保下了 你说 我哪来的弟弟啊 可是又一想 那就去看看吧 结果我去了一看 就是昨天那个学生 从我那走了以后 又让人给抓了 哎呀 我这一咬牙 就把这弟弟给认了 我是怕日本人一动刑 他才一痛乱咬 把我曹大那事 抖出来不就完了 我领得出来以后 他才告诉我 他叫孙杜 就这么的 我就认了个弟弟 他多了个姐姐 可是 你们说他跟冯柏妍有关系 那我就真不知道了 梅姐 这个 不是你编的吗 我怎么敢跟政府下车呀 那梅姐 那这个事还有谁知道 没有 这好多年了 有一个县兵队长叫 叫林牧 应该记得吧 我给过他钱 可是后来听说 日本投降以后 他人就不见了 孙杜到底怎么了 还是冯柏妍怎么了 梅姐 我跟你说吧 孙杜现在已经隔离审查了 你的话 对他很重要 他 他对共产党可一直忠心耿耿的 我敢赌咒启示 他没有做一丁点对不起你们的事 来 冯柏妍 谢谢 谢谢 他人老实的都有点淤 我要发谎 就让雷劈 梅姐 孙杜 是冯柏妍她弟弟 不是 你想想再说 那我想也不是啊 这是谁在这儿瞎扯呀 要是没影的事 怎么会有这种说法 不是 那可能是前一阵子孙杜跟那个冯柏妍常来往的关系吧 你说这都哪跟哪啊 这不是瞎说吗 孙杜压根不知道冯柏妍是特务 那跟冯柏妍接触的人多了 我也跟他来往 我是特务吗 罗主任 你刚才说孙杜和冯柏妍常来往 那 那 那不能算常来往吧 孙杜是因为我跟孙杜压关系好 所以 孙杜就冲着这层关系 就经常吃吃饭呀 喝喝咖啡呀 看看电影啊 那都是我的面子 美姐啊 你到底说的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 好 宁同志是喜欢喝咖啡的 不用吧 谢谢 你把美姐带来见我了 她当然知道我是冯柏妍的弟弟 我和冯柏妍从来没单独接触过 她应该给我做证明啊 我们也去过苏军联络处了 向他们要日本战俘的资料 如果凌木还活着的话 应该在他们的改造营里 可凌木已经死了 哪来的你我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我和美姐十六年前就在一起 他当时是梁志成的恋人 我是梁志成的弟弟 就这么简单 哪有个凌木啊 我也没有什么被俘的经历 这外调的同志呢 已经出发了 你要是能找到你的组织介绍人 那一切都清楚了 对吧 真没急的 越帮越忙 他们什么时候能到 别着急 我还能到 我还有机会再去一次 摸清里面的情况 然后我们想办法动手 时间不多了 你怎么来这儿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让你贸然来这里吗 你既然怀疑他们已经盯上你了 有事我会找你 十万火急 有个问题我必须要问清楚 那他说吧 社会部的尊度 是不是咱们的人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回答这个问题 跟你执行任务至关重要吗 我认为是 他不是 那我觉得冯伯源就没有叛变 混蛋 冯伯源有没有叛变 不用你担心 党国把我安插在这个位置 很不容易 我不能为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任务 就不合这个身份 说下去 我接触过冯伯源了 我觉得 他非但不是叛徒 而且是个大功臣 自从他被抓 他没有招供过咱们的人 反而是罗姜和孙杜被关键毙 紧接着是孙杜被隔离审查 现在社会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你不是因为怕死 就在这儿胡粥吧 你要是胡粥的话 我就军阀出币 我知道冯伯源为什么不走 他不走 是因为想找到他失散多年的弟弟 梁志远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怀疑我是他弟弟 在审问的时候 他还总是用话套路 这可是千真万确的 你上谎 冯先生确实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弟弟 这样吧 你想办法让他认为你就是他弟弟 何将军 您说拉库到老龄一线 有一个加强师的兵力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里只有一个团呢 表面上看 从拉库到老龄一线 确实是一个薄弱点 而且只配备了一个地方团 但实际上呢 这里有一个整边师 而且是美边师 距离这里八十公里处 库拉尔 海法 贝勒坟 各有一个团 而且全都是美食装备 最近三个月来 南京给他们空投了许多的装备 一旦我们从这里插入的话 这三个团就会在三个小时之内砍到 那么你们面对的 就不是一个团 而是四个团和一个加强师 一旦进来 那非被谈死不可 十七个高地一条河 九月份就断流 满打满算 三个小时之内都能赶到 好记性啊 如果上当 主力扑过来 被堵在这 那么小战斗就变成了大战役了 报告 什么事 令三把来电话 请和先生马上转移 为什么 令三把说 有人在门口看见了何先生 这个您小俗啊 太神经过敏了吧 这个慧小姐啊 就是那杨大夫的表妹 也是偶尔从这路过的嘛 为了慎重起见 我们还是走吧 走吧 我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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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停 你 不停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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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把我们全都给骗了 一直以为你们会用秘密的交通线把黑弄送走 结果是孙杜通过刘孝仁把消息传给了我们 也正是孙杜把我们的人送进了机场 这样才给飞行员喝了毒药 你等等 你知道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刘孝仁给飞机场打个电话吗 是他通知飞机场飞机不要起飞 道理是一样的 是为了洗脱嫌疑 可飞机还是出事了 何一农被送进了医院 何一农被送进医院之后 也是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圈套 这样我们才派人去接了裸住人的车 你是想说他同样告诉了你们 他也告诉你们汽车会危险 对吧 这一连串的细节你们不觉得巧合 为什么总是孙杜通知你们有危险 一只手把你们推进了火坑 另外一只手要伸出来 把你们救了出来 奇怪吗 为什么时间总是扣得那么紧 原因只有一个 这两只手同属一个人 就是孙杜 老伯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他同意汇报 问题的性质严重了 根据宏部员说的 孙杜确实有嫌疑 有一个不对啊 什么 那何应东住处的炸弹是你发现的 老苏也没说什么 那冯伯源说的两只手 那那一只手呢 嘶 嘶 这一只手能做到这样子 我不会竟然撞掉 那我撞掉 虽然凯确实有什么 这句话 没 Found 我来吗 这个人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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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型 缓涕 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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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组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懂吗 老孙 我现在相信你了 老孙 审讯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刚才是拿话套你的 你要是答应了 能说明你有问题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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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不能太实声了 大自你都不能承认你是梁志远 好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这个 组织上怀疑我有特险 就是 特诬险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是有人诬陷你吧 冯伯云 不可能 他为什么 姐我告诉你 如果现在组织上向你调查 你什么都不要隐瞒 你越隐瞒 都越不利 那我也不能说 你不懂 这准备的关系很复杂 如果你隐瞒了什么 和我说的对不上 那我的麻烦就更大了 现在就我的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相信组织 不隐瞒 不撒谎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呀 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我的组织介绍人 现在的野战部队 外调的人员 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他 连现在只能听平日 冯伯云在那儿不是八道 唯一的机会 就是我和他对峙 我相信我能找到他的漏洞 证明他是在下边 那 冯伯云就要被释放了 什么 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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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办得更轻松 你就不敢瞒着我 老孙是冯伯云的弟 不是 我是怕兄弟没机会说清楚 你也不愿意把冯伯云的命 怎么能把冯伯云给放了 他跑了 那老孙死了都说不清 那你给军区首长哪电话 同意把冯伯云移交给美情观察署 这是为了顾全大局 这个不是我们能办到的 现在国共苏美的关系非常微妙 不就是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老孺都不怕 老孺 more 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是一样的 我去找圈区首长 我看你了 雄叔 咋样 你在这儿等着吧 这儿还是我的地方呢 我把它带下来 你随便 起来 走吧 美国人说你是他们的人 要接你回去喝美国奶粉 为了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暂时先放开 美国人 我告诉你 冯国元 孙怒要是有三长两短 你跑到天边我也能把你逮回来 就算你跑到美国 也没用 我不去美国 我跟美国政府没关系 我拒绝一交 你说什么 我说了 我哪儿也不去 就留在这儿了 这可是你说的 住住 把陈地人留在这儿 走 你不去哪儿 我不去哪儿 你不是被认人了 我才会找到美国 你会想着想着 是怎么回事 我去哪儿 我来说 你能够在那儿 那儿 我会想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想办法把冯先生救出来 他一定会带出有力的情报的 他每天和您小宿在一块 不会抓不到蛛丝马迹 你能想办法把冯先生给救出来吗 越快越好 把他弄出来 我给你请公 今天晚上 罗江和宁小苏要去监狱 把孙杜提到社会部 和冯伯源对质 也就是说 去高级学院班提冯伯源的 会是另外两个人 如果动手 这是最后 这是最好的事情 你要想办法 把提他的人反正是你 我会见机行事的 把冯先生救出来以后 你要让他相信 你就是他弟弟 这样他会很合作的 让他去这个地址 闭一下 那我呢 如果冯先生认为你就是他弟弟 他会替你着想的 他会让你继续踏踏实实的待在社会部的 不让我撤离 既然把你安插到这个位置上很不容易 我们当然想 就算了 一会儿 我好可怕 你不让我现在 我好想伯娘 我好想伯娘 是 你不是 我好想伯娘 我好想伯娘 你把我拯救我 那我完全不忍我 你不是想伯娘 我好想伯娘 我好想伯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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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